2003年发生在台中龙井的 女保险员分尸案 震惊了社会 其中破案的关键是 这一家通讯行的赵姓老板 他收到了嫌犯广泽强 他所变卖死者的手提电脑 他主动地向警方举报 但没有想到 就在他协助警方破案之后的 七个月 他竟然也惨遭杀害分尸 而主动到刑事局报案的 是这一名灵性的工程师 他说几天前 他的女朋友要他到台中去 帮忙丢戏两个沉甸甸的大袋子 还跟他说 那是朋友送的冲气娃娃 已经不要了 说要丢掉了 但是灵性工程师 他却摸到了血 冲气娃娃怎么会有血呢 他女朋友还解释 因为那个冲气娃娃做得很逼真 所以还会有人造血 但事后 灵性工程师在他女友的住处 发现了这一张可疑的字条 他整个过程是越想越不对劲 他怀疑 难道当初他帮忙丢弃的 根本不是冲气娃娃 那会是什么呢 警方在灵性工程师的带领之下 连夜地从台北南下 赶到了台中的大渡山 果然找到了那个塑胶带 而打开一看 竟然真的是一个人头 而且眼尖的原警 一眼就认出了死者 他就是七个月前 协助警方 侦破龙井女保险员分尸案的 那个赵姓通讯航老板 他还曾经是台中县狮子分会 最年轻的分会长 在地方上可以说是相当的火药 而究竟他和谁结下了深仇大恨 怎么会招人杀害分尸呢 而赵姓老板 他和灵性工程师的女朋友小燕 又是什么关系呢 好 警方已经埋伏在小燕 和灵性工程师相遇的这个地点 时间到了 小燕她也准时出现了 是一名身高不到150公分的 弱小女子 她有可能是杀人凶手吗 警方立刻上前表明了身份 请她回到刑事局协助调查 但没想到 才问到她和死者赵姓老板的关系 小燕竟然当场就崩溃痛哭 她认了她一五一十地告诉警方 她还已经有家室的赵姓老板 发生了婚外情的过程 而且她交代得清清楚楚 她还指控赵姓老板逼她堕胎 还要跟她分手 有一天凌晨 喝了酒来找她 双方发生了争吵 大打出手 小燕她抢下了赵姓老板手中的菜刀 结果当赵姓老板朝着她直接冲过来 就因为力道太大 这把菜刀就卡在对方的脖子上 这是小燕的说法 但是如果是因为不小心意外地杀了人 为什么还要把对方的头砍下来呢 小燕她认了 她说是过失杀人 但她真的说出实话了吗 她说是意外 但是法医却指出了 在死者脖子上面的那一刀 明明干干净净地非常利落 根本不像意外 同时间在死者的体内 检验出了这两种安眠药的成分 因此合理的推断是 死者是在先被下药迷昏之后 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之下 惨遭了分尸 但如果是这种情况 就可以来解释 为什么身材弱小的小燕 她是有可能独立杀害一个大男人呢 暗示办到了这里 面对检警的讯问 小燕她终于坦诚了 没错 她的确说谎了 她不是过失杀人 因为她根本没有杀人 真正的凶手 其实是那个 一直很喜欢她的灵性工程师 那天因为灵性工程师 在她的房间看到了 她和赵姓老板在一块 一气之下 就把赵老板闷死 然后肢解气失 小燕她的突然翻弓 翻的检察官 当场是措手不及 甚至还怀疑自己 难道差一点重放了一个杀人犯吗 赶快回过头 再去把那个灵性工程师找回来 问个仔细 问个明白 灵性工程师的说法是这样子 她说 在2004年的7月10号那天深夜 她在台北接到了 小燕打来电话 要她立刻从台北赶到台中 结果她赶到台中之后 还等到了凌晨5点多 小燕才把她接到她的住处 而事实上这些说辞都是由监视器画面 可以来进行佐证的 换句话说 在检警研判赵老板遇害的那一段时间 灵性工程师 她是有不在场证明的 而当所有的证据 都摊在小燕的面前 她又当庭翻弓了 她说对 也不是灵性工程师杀的 人也不是小燕杀的 而是还有第三个人 那个人又是谁呢 小燕说因为这个凶手对她有恩 所以她不能说 检察官说 她真的没有遇过这样子的被告 心理素质强大到 简直不可思议 好 哪来的第三个人呢 检察官把小燕 她有五支的手机 通电记录通通掉出来一看 发现在那段时间 从头到尾 有联络的 就只有赵老板和灵性工程师 哪来的第三个人呢 还检警进一步的去查访 勾勒出了这三个人的关系 而发现了 灵性工程师 她喜欢小燕很久了 但是小燕顶多让她牵牵手 在搞暧昧 就是吃定了她 所以对她予取予求 甚至最后还利用她 当作是弃师的工具人 而至于赵老板 也的确和小燕发生了婚外情 不过等到她想结束了这段外遇 回归家庭的时候 小燕她却不愿意放手 最终由爱生恨 得不到就杀了她 通讯行赵老板 她因为收购了 龙井分尸案女保险员的 手提电脑 她主动举报 协助了警方破案之后的 七个月 她自己竟然也惨遭杀害 伸手异出 引起了当地议论纷纷 因为在短短不到 一百公尺的范围之内 竟然在一年之内 连续发生了三起的命案 灵异传闻 因此不进而走了 小燕的说辞反反复复的 她最后坚持 她不认她杀害了赵老板 检方原本是求出死刑 不过法官考量到了小燕 她曾经为死者堕胎 是因为感情受挫 才引发她的杀机 所以最终判处 无奇徒刑定验 而至于当初协助弃势的 灵性工程师 则是遭到了判处有期徒刑 八个月 外台北市中校东路上的 刑事警察局 这一天晚上两名男子 照上了当时正义队组长 王志成 有两名陌生人就进来 说他要报案 那问他说是什么事情 那其中有一名 他是自称是工程师 他跟我讲说 他怀疑他被牵扯到 一宗可能是命案 感觉他很紧张 眼前这一名自称工程师的 灵性男子看起来憨厚老实 尽管有朋友陪同前来 仍掩饰不了他的紧张 那我就继续问他说 是什么原因 他说他在一个礼拜前 他的女友交到他的租屋处 请他帮忙丢弃了 好几袋塑胶袋 在台中的大渡山区里面 工程师说 他帮女友小燕 丢了一大一小两个袋子 他记得很清楚 因为袋子里的东西太重了 那灵性工程师先问他说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重 问题是帮忙女友丢垃圾 怎么会跟命案扯上关系呢 然后他在放进这个纸箱的时候 他不小心他有触摸到 里面的东西 结果发现有血 他就问这个黄姓女子说 怎么会有血迹 那黄女跟他讲说 那个新型态的充气娃娃 是人造血的 会比较逼真一点 灵性工程师在问他说 为什么不丢垃圾车就好了 那个黄女回答说 如果可以丢的话 我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那灵性工程师 他听了 他也自己觉得震了一下 什么东西不能丢垃圾车 灵性工程师不懂 但女友竟然开口了 是我男友他当然全力帮忙 而他帮女友丢完重启娃娃后 女友小燕还送给了他两样东西 一个手机 还有一把菜刀 菜刀是他女朋友送给他的 那我想说平常女朋友 怎么有可能会送 你的情人会送一把菜刀 这把菜刀是一年前 他跟女友去卖场买的 至于手机是哪里来的 女友没有多说 他心里也觉得很纳闷 所以说他也怀疑 不仅如此 他也在女友的租屋处 找到了一张纸条 上头几个字看起来像是女友的字迹 就爱得越深就伤得越重 情字歌憨忍 心哭胆 女孩子写的字 里面充满了有点怨言 所以说我们感觉到这应该是男女 可能有情侣在那边吵架 写出来的一个字 灵性工程师跟女友的感情没有问题 为什么女友要写下这一些字句呢 他觉得他这样写觉得很怪 尤其是我就说这个情字 跟汉人的这个字样 他觉得很怪 所以他要离开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说他要出于什么心态 但是我觉得他当下 一定会觉得有问题 所以他把这个字条一并带走 回到家的工程师 越想越觉得怪 那两袋沉甸甸的袋子里 装的真的只是充气娃娃吗 可是他后来想一想又觉得说 好像是不是真的尸体 他也半信半疑 他又对照了 他在他的住处拿到的那一首 情字歌汉人的那个字条 他越看越觉得毛骨悚然 所以他后来才决定说 他就带着 这三种东西去形式去报案 所以说我们当机立断 我们先把那一把刀 我们送到我们的监视坑里面 来进行财政 那另外一方面 让我们赶快连夜的南下 到台中 一件案件 你先必须找到这个尸体 你这案件才能够成立 而不是光听从 这个灵性工程师的片名之词 所以最重要是整个案件 一定要先把尸体先找出来 我在台中大渡山区的望高寮 平时常有情侣相约看夜景 放眼望去 整个大渡市区一览无遗 但离开的夜景公园 再往里头走 人言罕至住家又少 为了确认灵性工程师口中的命案 是真有其事 专小组连夜带着灵性工程师 前往台中大渡山区 要找寻被他丢弃的那两个袋子 这是一个就是山坡到处都杂草重生 整个山坡而且蛮深的 这真的范围很广 如果你要 你没有比较大概的位置 你要搜寻 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搜寻得到 从舰尼站过来 然后停过另一边 停过另一边 右转 右转过来 就在这边 这个水果夏令 你看这边现在都是杂草 当初也是杂草 灵性工程师说 就是这里赶快找找 木楼山就慢慢割 人工割草的 就是慢慢割 然后慢慢缠着 然后就大家分开打 那把他拿上来以后 发现是一个头颅 天色塑膠在四五层包起来 把蜜蜂绑起来 他应该五年了 他也说不出来 他说怎么这样 面面跟我说冲气娃娃 女友不是说是冲气娃娃吗 怎么成了尸体 那找到的头颅身体在哪 那尸体它是分别 其实在两个地方 那它的躯干身体的部分 应该是其实在这一个 大渡那边的一个 回家公墓的灵性塔下 结果在一个公墓的附近 底下的草堆山坡下 那我们又动员了蛮多人的 又下去找 灵性工程师说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袋子 他们往山沟底下人了 但来回搜索的半天 就是找不到 后来我心里就默念 说我们是来帮忙你伸冤的 麻烦你让我们赶快能够找到你 赶快找到尸体 是所有在场远景的违念想 一来是要替死者伸冤 二来是希望能够帮死者 完整的回家 或许是冥冥之中 也或许是巧合 就在王志诚心中默念完这些话后 顺着九十度陡峭的山坡 拉起了一个麻布带 打开一看 里头就是一句缺了首级的神曲 找了大半天 头跟身体终于完整地找到了 眼尖的袁景一看 这断头男师 不就是台中抹狮子会的前会长 阿昌吗 他平常都蛮热心工艺的 一般像要帮助那个穷困的家庭 一定是前面先跑前面帮人家的 袁景对阿昌印象深刻的原因 除了他曾是狮子会会长交流广阔外 最重要的是 他所开设的通讯航 在案发半年前 曾经协助警方 侦破了台中龙景的女保险员命案 去年底 女保险员遭到成金火分尸案当中 共犯广德强贩卖死者电脑的 千红通讯航就是赵所开 当时老板赵不知情 收购女保险员的电脑后 通报警方而逮捕共犯广德强 35岁的阿昌热心帮忙检井办案 成了地方佳话 但一个礼拜前他失踪了 家属也报了案 没想到这一次 他却成了命案当事人 按照灵性工程师的说法 是女友小燕找他帮忙弃尸的 小燕若不是凶贤 肯定也知道些什么 而就在专案小组 尝试要联系小燕的同时 工程师的手机响了 电话的另一头是小燕 王志诚立刻要工程师冷静下来 千万不能让小燕起了疑心 那我们也跟灵性工程师讲说 你问他现在在哪里 有没有要再碰个面 吃个饭 那结果黄姓女子 他讲说他在台北市 那我们就想请 灵性工程师来约地点 约在台北的某饭店 小燕答应了邀约 并且约定晚上六点 要在台北车站附近碰面 专案小组立刻搭车 从台中北上 但人来人往的台北车站 小燕他真的会出现吗 大渡山区断头南石命案 专案小组起灵性工程师 约出了小燕 地点就约在 中校西路上的某家饭店 那我们在那个饭店附近 也部署了警力 因为当时真的是下班时间 人海忙 饭店位在北车捷运站的出口 傍晚六点多 人车正多 期待攘往的人潮中 警方拿着照片逐一比对 终于在人群中 找到了那个身影 就我发现有个女子 背着包包就站在一个墙角落 跟一般的女孩子并无不同 小燕背着包包 站在饭店旁静静地等待 王志诚见状 尽管心里也有怀疑 仍是往小燕走过去 等我们上前去的时候 他还否认 结果我们表明的身份 他也只好承认了 说他就是黄戚女子 我们就请他说要跟我们 到回我们局里面要了解一下 他说我犯了什么错 什么事为什么要跟我们回去 我们说我们有点暗示机 需要你帮忙我们协助调查 你到我们局里面 我会跟你说你你就知道了 小燕跟着警方回到了刑事局 对警方来说得赶快要厘清 小燕跟阿昌的关系 以及阿昌的死跟他有关吗 没想到当警方问到案件时 小燕头一低他哭了 我们有就是有跟他讲说 我们有发现 被害人的尸体了 也询问他跟赵新被害人 这之间的交往情形 所以说讲到这部分 他就整个就崩溃了 就整个就哭出来了 小燕说他因为修手机 跟阿昌认识 两个人互有好感 交往了一两年 尽管他知道阿昌有家庭 这场步伦之恋 他们还是爱得浓烈 前阵子他发现自己有了孩子 没想到阿昌却要求他拿掉孩子 并且提出了分手 她怀孕了以后 这就是这位被害人呢 他就是要求我们这位 黄姓女子呢堕胎 这位被害人呢就是对 就是私以暴力啦 那经过长期累积之下 然后心中有点怨恨 就是他跟赵姓被害人 认识了那么久 那付出的也蛮多的 那竟然就是赵姓被害人 说分手就要分手了 那他也一直想要挽回 那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挽回 所以他非常的失望 小燕说 一个礼拜前的某天凌晨 阿昌喝了酒 带着几分醉意到租屋处找他 两个人起了争执 他的男朋友 就是赵姓被害人啊 来找他 那可能要对他不礼貌 他就反抗 所以两个人就发生争吵 大打出手 一开始也是这一个 死者拿着菜刀 女儿就趁戏啊 把男生刀直接抢过来 拿了一把刀 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过来 赵姓被害人还是往前 后来死者就要冲向他 这个嫌犯 他就菜刀就拿起来 据凶贤的讲法是说 因为冲的力量太大 所以刀子就卡在 死者的脖子上 然后流血过头就死了 所以他也没有否认说他没杀 对 她说是因为 不小心过失杀人 是你一个人把他杀了吗 小燕说 他是为了要保护自己 误杀了阿昌 但问题是 若是误伤 阿昌为何会失所分离 没想到小燕 接下来说了这些话 这个皇女讲说 因为她觉得刀卡在脖子上面 很难看 她觉得想说要让头跟身体 来做一个分离 她觉得比较好看一点 坦白讲一般人吓都吓死了 但皇女做的不是说 我赶快报警 可是想说干脆把她一刀两断 会是爱之声恨之重 才让小燕决定断了两个人的情分吗 小燕清楚交代了一切过程 她说因为搬不动阿昌 才找来临行工程师帮忙 事后她将胸刀跟阿昌的行动电话 交给了工程师带走 一查之下 临行工程师带去的手机 的确是阿昌的 菜刀上也验出了阿昌的DNA 应该错不了 但小燕的这番说辞 填在简戟的耳中 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其实她很娇小 一百五十几公分 然后很瘦弱 讲话也有点有气无力 第一眼看到她 我们也会好奇说 她怎么可能会把一个 百七百八的这样子的人 直接就想把她杀死 我们就会想说 那讲话还那么柔弱 娇弱的一个女孩子 也没有那种凶狠的那种 神情出现的情绪之下 但没想到只是说 到了后来就发现 哇 原来她是一个 非常非常厉害的狠角色 是你一个人把她杀了吗 阿昌的妻子 在家人的陪同下 跪倒在林前 声声哭喊 看来怎么这么喊 我们不要 我吵她做得这么错 阿昌跟妻子结婚多年 有两个儿子 一个六岁 一个四岁 小儿子的生日快到了 一家人还等着阿昌回家 帮孩子庆生 却等到了这样的噩耗 蛋糕都听好了 小孩要找你 我要怎么办 小孩说他来看爸爸呢 孩子的同言同语 期盼爸爸能够回家陪陪他们 他们想爸爸了 谁都没有想到 父子在聚首 尽是这样的场景 对啊 跳大声一点 爸爸回来要保佑我们啊 他赶快破案啊 甜蜜的四口之家 在小燕的手中 一刀画下天人永格 家人眼中的好丈夫好爸爸 成了小燕口中外遇 会失与暴力 逼人堕胎的加害者 看在阿昌妻子的眼里 他怎么能接受 他来缠他的啦 他得不到是不是 他看我们还没办法幸福 他出错 吃错啦 他缠死掉的 我儿子不会做那种事情 他很乖 我很孝心 家属说 就在阿昌失踪后 家人就多次梦到阿昌 梦中的场景让人皮酸 头是用手抱着 那个头他用手抱着说他很冷 他上次跟我们讲 我们听得很难过 所以这几天我们就 多烧一些衣服给他穿 梦里的阿昌喊着冷 字字句句听到家属耳里 心真的好痛 那个女的是 自己一个人有办法这样子吗 我们一直在质疑这一点 再来是说这个女的 如果不是预谋的话 她那些东西从哪里来 家属心中满满的疑惑 等着厘清 而检警验尸截魄也发现 阿昌脖子上的刀痕 一刀落下干净利落 难道阿昌是被下了药才会毫无抵抗之力吗 法医采研的检体进行检验 结果也印证了检警的怀疑 它的体内有两种安眠药的产生 第一种它是一个强小型的 第二种是一个中强型的 其实以最后检验出来 所残留的剂量 就足以让人家在短时间里面 就马上失去意识 阿昌体内的两种安眠药 检警在小燕的随身物品里 都曾经看过 尽管小燕曾经因为忧郁症就医 有这些药并不奇怪 但这个发现跟小燕原本的说辞 都不拢啊 又言谈之间 还有她的谈土上 感觉上蛮冷静也蛮平顺的 我没有说有 心情好像也蛮沉稳的 问她的时候她也蛮侃侃和谈 那无意坦白讲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是一个突破凶险的一个武器 为什么 因为它在第一套版本里面 从来都没有讲到说 安眠药的这件事情 严伟哲说 当时候接手案件侦办时 她才刚当了八个月的检察官 小燕的沉着冷静 她至今印象深刻 她说她当时候直接到看守所 要询问小燕 要她好好说清楚 这安眠药是怎么来的 我第一句话就是问她说 那你之前讲的话是不是实在 没想到接下来小燕说的这些话 让严伟哲愣住了 她就突然跟我讲说 其实她之前都是说好的 其实根本就是灵性工程师 杀了这一个死者 她说是灵性工程师 要来找她的时候 结果正好撞见 黄姓女子跟赵姓被害人 两个人在一起 那灵性工程师就非常的愤怒 然后跟赵姓被害人殴打 用枕头帮她闷死 然后进行尸体把她肢解 而且怎么样分尸的过程 这个女孩子因为太害怕了 所以她没有在旁边看 也不知道她怎么分尸的 那分尸了以后呢 也都是由这个 灵性工程师来主导 后面的整个弃尸 找寻弃尸地点 小燕说 灵性工程师才是凶手 她因为遭到恐吓才会认罪 难道灵性工程师是做贼的 喊抓贼吗 坦白说她讲的 因为我当下我有点慌掉 我实在没有想到 她会突然有这样的讲法 言伟哲想都没有想到 小燕竟然会突然改口翻功 那我就问说 那如果照你所讲 是灵性工程师所杀的话 为什么她体内会有 安眠药的成分 她马上脑筋一转 她就说 那是因为这个灵性工程师 把她闷死了以后 强灌她安眠药 人死后强灌安眠药 有可能吗 小燕童马上又再 转了一个讲法就说 那除了她被强灌安眠药之外 她平常就有服用 安眠药的习惯 她那一天来了 也有服用了 我刚从医院带回来的安眠药 所以她体内才会有安眠药的成分 眼前的小燕脸不红 气不喘 检察官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她都有一套看似合理的说辞 其实安眠药的这个鉴定的内容 对我们来讲 以这个案件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武器 但我两三下的 就把这个武器给浪费掉了 就因为她有两三句话 她就四两拨千斤的 把我这个武器给拨掉了 觉得那时候是有一点点的气能 最重要的是 假设小燕所说为真 人真的是灵性工程师杀的 那灵性工程师仍在哪 坦白讲我真的差点 从椅子上跌下来 因为她跟我讲的这个状况 如果属实的话 她对我来讲不就是等于是 重犯的一个杀人犯吗 来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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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尸案中的被害者赵宇 当意外收购的当时 食人魔案广德强变卖的电脑 一打开出现了 失信女保险员的名字 协助破了食人魔命案 没有想到事隔几个月 赵宇也惨遭分尸 这种神秘的巧合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其实那时候因为 这个案件有跟曾经火的 那样案件的连结 所以晚上那种 三更半夜的时候 都还有这样的新闻报导 来 有个风味 有个风味 优寇 优寇 赵宇断头命案到现在 仍然陷入胶着 赵宇父亲找了法师 来到当时赵宇的头颅 被弃制的地方 因为他冤气太重了 他死不瞑目 因为我朋友打电话跟我讲说 他们就报导得很弦 我也有看那个报导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来看 心里面都一直在想着说 怎么不赶快来脱梦 完全不会害怕 阿长命案的侦办陷入胶着 小燕突然翻供 难道灵性工程师才是真凶吗 因为坦白讲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把 这个灵性工程师给限制处军 那因为他翻供了以后 在那个紧急的状况之下 坦白讲我没有办法去区别说 皇女本身讲的是真是假 但我绝对不可能让一个杀人犯 在外面爬爬罩 灵性工程师被押了回来 屋檐下谁才是凶手 小燕跟工程师各执一词 如何验证他们的每个说辞 灵性工程师说 七月九号那一天深夜 小燕打电话给他说肚子痛 要他难下碰面 你如果不下来的话 那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 那灵性工程师听到这个 当然害怕嘛 那讲着怕说会永远失去 这个女孩子 所以他就赶快地就是坐车 到街道要去坐桶梁 做客运直接下来 灵性工程师赶带夜车 抵达了约定好的超商 但是直到五点多 小燕才来接他 这些说辞检警一一验证 他都没有说谎 证据可以说话 但是黄敬女子一直等到五点多 他才骑机车去接灵性工程师 到他家的住处 那这在这之前 这一件案件已经发生了 宇勒验试报告 阿长遇害的时间点 约默示在清晨两点 这个时间工程师人 还在南下途中 但如果灵性工程师 说的是实话 那说谎的就只剩下一个人 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决定让他自有陈迅 胸前他的歌曲 他很爱讲 他非常喜欢讲 他什么事都很喜欢解释 而且他要解释的巨细迷语 对付这样子的人 可能不能够说 一直去质疑他 你一直去质疑他 只是让他有更多解释的空间 但是坦白讲 如果一件事情他不存在的话 他不存在的话 我不相信找不到破绽 面对检警所的质疑 小燕不是强辩就是发誓 于是严伟哲决定静静聆听 你就说吧 我问他每天的行程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每次笔录 大概都是从下午两三点 做到晚上七八点 我记得我这样用的方法 大概做了三次 这对这三个版本 我就全部把它整理出 它不一致的情形之外 而且有的查证的地方 我们就来想办法查证看看 像他们去过大卖场 买针线 我们就跟卖场老板娘做笔录 他们去过麻袋行 麻袋 我们去跟麻袋老板娘做笔录 他们去中午去吃自助餐 我们跟自助餐的老板做笔录 每一项搜证都证明了小燕谎话连篇 小燕说他跟阿昌感情很好 但周遭的亲友说 在案发前一年 两个人早已交恶 他多次到赵姓被害人的 所经营的手机店里面 去大吵大闹 因为后来死者也受不了 跟店员讲说 以后还有这种情形就报警 那曾经也两个人 也在店里面两个人在大打出手 他甚至把赵姓被害人的车子开走 以时速一百多公里的速度 开上高速公路 然后被国道公路警察局给拦下来 婆琪大闹 甚至闹到警察都来处理了 小燕却依旧坚称 他跟阿昌的感情好得很 讲教官谁说我们感情不好 你请他们过来 我发誓我们感情非常非常的要好 我们非常的恩爱 是那些人见不得我们 当你在质疑他的时候 那个神情就出来了 他可以跟你发誓 他还可以甚至都可以讲说 不信你去问谁 不信你去查查看 比如说你可以去调监视器画面 如何如何 他明知道那个监视器画面 早就已经过期了 我们根本就调不到 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小燕都说得正正有词 但他不知道 检警正压着滑水 慢慢搜集所有证据 等待市政明确 检察官决定再开侦察庭 这一次背头的所有证据 找来了阿诚的家人 检察官让小燕跟灵性工程师 当面对职 但小燕的态度依旧坚定 检察官随即拿出了监视器 跟验尸报告 除了证明工程师的不在场 也证明了小燕所说 阿诚是被闷死的这个说法 不是事实 他并没有肺水肿的情形 也没有预血的状况 所以可以直接排除 他是被闷死的状态 验尸结果确定 阿诚生前没有喝酒 死因是因为锐气割警 导致出血性休克死亡 这些一一打脸了小燕的说法 再加上小燕说 阿诚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 事后证明 他也在说谎 我们调了死者的病例资料 他从来没有神心方面 或者是精神方面的疾病 就诊过 拿取的药也从来没有安眠药过 死者不仅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 甚至还很不喜欢吃药 此外阿诚当晚去找小燕 若是真有意侵犯他 有什么理由 一要租储就先混吃的两种 可以让人瞬间昏睡的安眠药呢 这个理论上根本就是 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我们男生去可能想要干嘛的情形 结果没想到我去那边 是拿了他的安眠药吃的 那一庭的情形就是这样子 他讲了什么 我就拿东西出来吐他 他又马上转还来讲话 我就不断地出示证据来 就是想要攻破他 到最后他就是有一点哑口无言 说得证据都摊在小燕面前 他还能狡辩吗 就跟他讲说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人不是这个灵性工程师所杀的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人到底是谁杀的 那这时候大家 侦察庭里面就很安静嘛 大家等他讲他的答案嘛 他还过了一分钟吧 他就缓缓冒出一句说 想要跟我跟你说 杀的人不是这个灵性工程师杀的 但是真的杀死者的这个人 我不能说啦 因为那个人对我有恩啊 你知道吗 现场就是我嘛 书记官嘛 罚警嘛 两位家属嘛 包括灵性工程师嘛 我们现场听到他讲这些话出来 你知道那个空气为之凝结 我们都撒住了 是里面OS的 你到底还讲什么 怎么还会有第三人在 你知道吗 怎么还会有第三人在 但我强作镇镜了 严伟哲说 像小燕这样的被告 他真的没有遇过 依照以往的侦办经验 大部分的被告 面对所有的辩解都被戳破时 自知法网难逃都会扶手认罪 小燕却不是这样 当然人的心理素质 可能会非常强大 但我一直觉得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限度 我们不是说 检察官是在跟你硬拗你 或者是在跟你辩论 不是 我们拿的是科学证据 你百口莫辨的科学证据 当你没办法解释的情形之下 你要么保持沉默 那要么你就是扶手认真 第一个马上说 当我们看到的居然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当下傻眼了 因为他讲说还有第三个人所杀的情形之下 说实在的我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心跳当时也快停止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 我在台中市龙井新兴路上 因为卫杵大学跟工业区附近商家林立 好热闹 当首阿昌在新兴路上开的通讯航 谁都没有想到这间通讯航 会是阿昌跟小燕结下四节的开端 正经邻里的断头命案 检警正半陷入胶着 还说关键的一块拼图仍是在小燕身上 他没有开口说有承认有 他是要就用点头 检察官问他 我就就用点头 你如果心跳 有点是这样心跳 晚上这样滚 心跳 撤起来 这都 这都问真的 靠靠靠靠 靠靠 靠靠 这样而已 不然你记得没什么办法 检警调查发现 小燕在2000年参加婚友社 认识了灵性工程师 两个人有了暧昧 2005年他到台中工作时 因为修理手机认识了阿昌 禁谋交往 这个四甲关系就是由凶贤跟司徒 他们两个各自有一对外 本身他们两个又相处在一起的状况 小燕说他深爱着阿昌 为了阿昌他付出的许多还为他剁了胎 没想到事后才得知他已经有了家庭 付出的爱没有回报 因此心深怨对 但是面对检警 他的说法却是一变再变 他可以去捐一个第三者之类 从头开始说他都是他 再来说另外林靖城 现在还近前一天听说 好像又有另外一个 变成说他说的每一件事情 都几乎都是在说谎 现在我们到底也不知道 说到底他说的是真还是假的 黄信嫌犯那总共有五支手机 通年记录我们也全部都掉了 在那一段期间里面 他唯一联络只有两个人 一个人是死者 另外一个就是灵性工程师 没有其他人的情形之下 不可能会有第三人出现在现场 监视器通年能查的检警 早就查过了 小燕的这些强辩 严伟哲都看在眼里 于是严伟哲在最后一个侦察庭 他又问了小燕 你说有不能讲的第三人 那他是怎么行凶的呢 不意外的小燕又改口了 他回答说 贾官 其实杀死这个造性死者的人 是这个灵性工程师 没有第三人 我上次是故意那样子讲 让这个灵性工程师也在场听到 看他自己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就说我玩耳一笑了 案件就到这里 应该够了 尽管还缺少小燕的自白 但案情轮廓在检检的搜证下 慢慢釐清 小燕跟阿昌的交往是事实 后来两个人交恶也是事实 阿昌提出了分手 希望重陪家庭 这是让小燕起了杀念的第一步 我觉得 黄女她已经产生了一个 有爱生恨最主要是 我觉得嫉妒 甚至于大国喜欢 还记得当时的灵性工程师 带去报案的那一张纸条吗 上头的字句后来一查 发现原来是歌词 他歌词的意思 当然就是讲说 爱情这东西 让人家很追星刺痛 但我昨天我看到 情字歌汉人 这个字句的时候 你当下真的会震了一下 就会觉得说 似乎真的符合 有这个案件的情形 应该对造星被害人 同下了很多的感情 他一方面又会放地基态 来哀求这个死者 经过他的这样的 哀求或者请求的时候 我觉得难免会心软了 这也不能说 完完全全男生也没有错 因为毕竟像那一天 黄女她就是用这一通简讯 跟她讲说 可能会对她做一些信服务 男生可能因此而 受到这样子的引诱 简讯上头的字字句句 都充满了暧昧情愫 阿长上钩了 他没想到 他正一步步踏进 这一个药命的逃色陷阱 那其实防信祖贤 他已经在这个饮料里面 摻了两种的哀眠药 让这个造星被害人喝 喝了以后 造星被害人不省人事 所以他是活生生的 人在昏迷 但是还是这个生命的状态 就是要直接头被砍下来 小燕跟阿长的感情 就此一刀两断 他将屋子里清洗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该怎么处理阿长的失守 小燕早就想好了 那一天他就是把这个死者约到住屋处 那死者还没到之前 他就先打电话给工程师 请他从台北下来再等他 小燕约了工程师 要灵性工程师帮忙弃尸 但检警研判 在小燕的计划里 工程师不仅仅是帮助他弃尸的角色 从事后他将菜刀跟阿长的电话 交给工程师的举动来研判 灵性工程师致是他的戴罪羔羊 他不只预谋要杀害死者 甚至他已经想好了要预谋 把这件事情可能想要推给 这个灵性工程师 小燕知道灵性工程师很喜欢他 他坚信灵性工程师 绝对不会说出一切 却没想到灵性工程师 早就发觉有意 因为又叫他把菜刀拿走 请动电话拿走 他自己本身也多少也可能遇见 好女有可能要栽一张嫁祸于他 当我问过那个灵性工程师说有跟他发展到什么程度 他说就是牵牵手 我觉得他是真的很 应该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孩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心理状况 一方面又觉得喜欢这个女孩子 不想失去他 所以会听他的话 照他的话来做 但一方面你又不得不防着他 因为这不是开玩笑的 他是一个非常重的罪 2004年10月10号 台中地检署癥结起诉 灵性工程师的部分 以毁损尸体罪遭求处八个月徒刑 至于小燕 则是以杀人罪求处死刑 你说一个谎话来减免你自己的罪责 我觉得情有可言 我顶多认为你不足才信而已 但你现在除了要撇开自己罪责之外 你还污止了一个清白的人 而且这个人明明对你很好 明明喜欢着你 你叫他做什么事情 他都还帮你亲自相 你居然污止他杀人 你等于是污止他也犯了一个死刑 一个死罪 我是从这一个出发点 我当时候才会觉得说 要抽出他死刑 原因是在那里 表示他这个人写 是人命于无物 你能说他是一个 有感情的动物吗 2022年3月21号下午 我们重返台中市龙井新兴路 事隔多年 当年阿昌开始的通讯行 终就换人经营 好像大概十几年有了吧 一族就 王子在整理整理又住别人了 十八年过去 当年轟动社会的命案 房地人大多不愿在飞翔 毕竟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 就接连发生了三起命案 包括了 失信女保险员命案 通讯行老板断头案 还有一名无限男子 被杀害气势望高辽 几件命案的地点 只有短短几百公尺 普渡法事要抚慰的不只是王者 更要抚慰人心 但会生会影的传说 不只是在新兴路上 阿昌跟另一名无姓男子 被杀害气势的望高辽山区 更是传说不断 最主要是因为他人烟稀少 不管是有人气势在那边也好 或者是有人在那边自杀也好 其实一直以来 那个地方似乎没有见过 其实我听过一些 就是住在附近现场的居民 都会讲说 他们都用台语讲的 那些地方很轻的 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车祸 因为那边有很多坟墓在那里 对啊 有时候会有一些 多名的音乐或神响之类的 有时候或许有可能 会有遗而传而 不过对于那个地方来讲 确实是居民比较会害怕 或者是说觉得说 那地方真的会比较 假设世界上真的有鬼的话 可能那个地方会比较容易出现 通讯航老板阿昌的断头案 台中地检署癥结起诉 求除死刑 因为这个案件 他一样到法院 他都是一路就是变称说 就是由李清风的事所杀 但从一审开始 小燕就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8年2月1号 最高法院做出了最终判决 认定小燕一再翻供不认罪 尽管情节严重 但是因为小燕是为了阿昌 拿掉孩子 感情纠纷下的杀鸡 死刑判决太重了 这台人都一定死人了 一定还这样都被判了 像这样子 小燕被判处无期徒刑定宴 对家属来说 这样的判决他们当然无法接受 而民事判决的部分 法院判小燕得赔偿1380万 尽管她对金额没有意义 但是她对法官说 那她杀了我的孩子又该怎么算 透过家属的转述 还是透过警方的转述 她确实有讲到的事情 她甚至跟法官讲说 反正他们爱怎么请求 都怎么请求 看一千万也好 两千万也好都没关系 我也通通接受 反正一句话她觉得没差 因为反正你们也拿不到钱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起事录 我是龙北翔 我们再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宮城郎 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